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14日 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 给大家谈谈武汉青山区 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别人看了之后都感到非常震惊 也就是说呢 在孙孙兰上一次视察青山区之后 当时老百姓高呼这个口号 假的假的揭穿了当地官员 弄虚作假的这些情况 使他们非常丢面子 那么这个孙孙兰当然要表态 他是支持老百姓 非常体谅老百姓吃不上这个肉 吃不上新鲜的蔬菜这个问题 那自然而然就批评了这个下级的官员 那下级官员肯定必须要改变 但是心里非常不顺 不通畅 非常有意见 因为他们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 主要是上面 也就是孙孙兰处理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也不太公平 为什么不公平 你看现在这个疫情之所以能够发生 那就是因为上级的上级 中南海的决策层 实际上说透了 就是习近平本人这个积权统治思想 想仿造毛泽东时代那套东西 用旧的已经应当是扔到垃圾堆里的那些思维方式 来解决现代人社会的问题 所以说走一步错有步不错 一直产生了这个新型冠军病毒这个大的世界 造成了这个民怨的这个沸腾 所以说你光批评下面的小官僚 这社区小官僚不过是仅仅就是从中余力 这个在团购的过程当中 封城的这个过程当中 弄虚作家赚点小钱 坑害老百姓 这其实是政治体制造成的 所以说他们心里肯定不服 他们想你上级更谈 你们谈的更多 我不过是赚点小钱而已 那当然心里不顺 所以说他们一方面不得不顺从 这个副总理的指示 给老百姓送一点这个肉 蛋 蔬菜 但是呢 用什么东西来送呢 用垃圾车 按道理讲 他们应该知道 这个垃圾车是非常的肮脏的 每天都拉着各种各样的垃圾 生活垃圾 或者回收的垃圾 但是这些垃圾车都可能感染了 这个武汉肺炎 但是他们不管 他们不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谁 信上 他们只是通过这个方式 我认为就是 宣泄心中的这个愤怒 这个仇恨 这个怨愤 同时呢 又做出样子 没有想到被媒体又报过 我看到网上 这方面的报道很多 图文并茂吧 甚至有很多的网友呢 在下面 这个纷纷的留言了 讲了很多话 都是非常的生气的吧 你可以想象 老百姓看到这些垃圾车在给自己每天送食品 送去的这些食品又不得不买 你不买怎么办 你被这个封闭在这个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根本没有自主权 所以说也只能忍气吞声 那么只不过是什么呢 现在有着这个网络 人们通过媒体能够把这些照片文字发到网上 让全世界的舆论都能谴责当官 但是基层当官也不怕 你想湖北省 当地的人原本都是这个九头鸟 都非常是难斗 这个搞不好他们都会造反 所以说他们采取的办法 就是这种隐晦的这种方式 来表达他们心中的这种感到不公平的感情 所以说这个新闻在网络上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议论纷纷 那么我觉得他们所做的这种做法 的确是错误的 就应当是批评 但是其实他们不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 要想让这些基层的老百姓 包括中南海这些高官 为老百姓服务 只有一个办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领导人 如果是能像台湾那样 中国的老百姓能够通过选票 去选他们满意的 能为老百姓谋福利的这样的官员 那肯定官员就要讨好老百姓 进行业业的做事情 即使做的不好 就给你3年5年干第一届 那么就第二期就把你拿掉了 通过选票就给你8年了 再加上如果有这个司法独立 如果有贪污受贿的行为 隐私舞弊的行为 法律拿你说事 根本用不着出现现在这种状况 但是习近平不会搞这 搞这方面的改革 只会什么呢 这个不停的换人 换上这个忠诚于自己的 自己派系的人马 所以说这个湖北省 发生了这个疫情之后呢 这个长期的 很长几个月 这个地方官员和上级 这个中南海的官员 都是不作为 那后来英勇到达武汉之后 湖北之后呢 由于压力太大 当然在某些方面 做了一些改进 特别是对于这个老百姓 缓兵的老百姓 采取了这个应守禁守 应治尽治 这个目标 这个 而且 深村兰是 比较这个 肯干 那么 李克强也视察了 这个武汉 全国呢 三四万这个 义务人员 也奔赴底下 倾国家资历 就帮助武汉 总算把这个 疫情啊 这个 形势啊 控制 还算是比较好 但是不要忘记了 人们心中这些不满呢 现在还没有得数捷 包括官员 地方官员 他们心里面有情绪 为什么有情绪 你想 现在把这个 这个武汉省这个 卫健委主任 还有这个 党委书记撤职 但是那你 国家卫健委主任 当组书记 他们没有责任 那么他们要是 如果这个撤职 再往上推 那国务院 就没有责任 那么中央办公厅 没有责任 习近平没有责任 等等 所以说 他们都是 官员的信息 非常明同 我今天看到 网上有个消息 有很多人写的文章 都披露了 去年12月 发生的一些事情 你看这个 国内的官媒 在3月10号 发表的文章 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 人物杂志 发表的文章 讲到这个 发烧的人 描绘了这个 A分 也就是中心医院 这个 急诊科主任啊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讲他的故事 当时在这个疫情 出现最初的 这个医院的惨况 你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那时候 不能做一个指示 像当年 这个文教宝那样 文村第一任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如果那样的话 早就置之中了 所以说你现在 这个在官员呢 不仅在老百姓的 心目当中啊 这个 人们不服气 而且在官员的 心目当中啊 人也看不起 为什么用垃圾 说不定人心想 你们这些 当官的上级领导人 这种思想啊 就是所谓治理国家 这个 表面讲是 治理国家的什么 体系啊 现代化 治理能力 实际上思想 做垃圾思想 垃圾人 垃圾思想 垃圾人 这些人在 这个统治 这个国家 所以说 你怎么可能去 把事情办好了 一出了问题 就把这个人 推到了下级 那下级 这个政治体制产生 也是上 给上级送礼 他们提了上去 你比如说 各个社区都已经封闭了 封闭之后 这些所谓的网格员 这些代购员 人选怎么解决 那只有什么 靠这个社区的 这个书记 这个 自己说了算吧 那他肯定要把 这个七大国 八大一 三千六国 安排到这个岗位上去 那么他又手中 有了权 独家经营 老百姓 也不能选择他们 不能罢免他们 那么肯定 这些送货的 就要从中的 哪些好处 除了这个政府啊 这个给的一些 这个优惠政策 给的一些奖励 之外 那可能要贪一点 占一点 甚至 因此舞弊啊 情况都非常严重啊 像这种用垃圾车 给这个老百姓送菜送肉 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已经到了一种 合作程度啊 然后看了以后 特别的愤怒 所以说本人认为啊 这个事情要他解决啊 你不仅仅单单 就是要处理这些 所谓的这个 这个司机啊 我看到网络消息 有些司机还是志愿者 志愿者呢 就是说明本人的精神 经济还不错啊 这个 有些人在躲在家里 根本不敢出来 有一些人愿意 这个为老百姓做点事情 但是呢 这个车辆肯定是公家 这个 这个派遣啊 那派遣这个车 这些官员 怎么想的 都很难讲啊 因为人这个情感 都是非常复杂的啊 到底让他心情不顺的时候 他屈服你的压力 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中 有可能他就要搞一些动作啊 给你搞一些这个 画面协文出来 所以说 这个所谓的垃圾车 网络议论很多啊 我认为他是具有象征性的 就是什么 就是这些官员 就是通过这个举动啊 这个严厉的 巧妙的 嘲讽的 戏弄这些 这个当官员的 那么类似的情况 不仅是在 这个社区啊 你看 人民日常 在报道这个 习近平 这个 防疫工作指示的时候 加了一个大字标题 到武汉去 那时候习近平还没到武汉呢 那就等于说 这些编辑记者 对习近平也有意见 你不敢到武汉去 整天坐在房间里 今天一个指示 明天一个批示 后天一个讲话 有什么用啊 都是表面 都是吹牛 谁相信你这个东西 人类到了今天 人民社会发展到今天 人们都实在在看一个官员 就是你能不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 不是靠你表演 你再看 这个新华社在发表 这个有关习近平 3月10号 4查武汉的时候 这个用这个一些图案 选择一些图案 用公园的这个墓碑 还有就黄鹤楼 黄鹤楼叫香炉一样 都是不吉利的 那就说明什么 这个编辑本身心里也是 这个趋于上级的压力啊 因为宋宣布在黄奎明的领导下 黄奎明肯定对习近平是走心跟着的 但是不可能 每一个版面黄奎明自己去做 他也不会 他要靠底下小编辑 小记者们去办理 这些人都惊得很 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的事 都有自己的间别能力 那说不定哪个人就是因为不满 觉得习近平做的不好 这个生气啊 你到这个 这个武汉去市场 搞得是这个兴死动作的啊 如临大地啊 你看大街上那些上千的人 黑压压的啊 穿着便装 都是军警特 做了人肉盾牌啊 来保护这最高领导人 有这么多人保护 楼上还有那么多人狙击手啊 就像那个演戏一样啊 让他们看了觉得非常的可笑 到底你代表不代表劳动人民呢 你能不能做这个工作 你要能做的话 你就像人家胡锦涛那样啊 这个温家宝那样 大大方方的 你看温家宝 你看胡锦涛在这个2003年 我看了网络消息 12月这个21号 在亚太金河组织 11次领导人的会议上 记者召集会上 你看胡锦涛怎么讲 现在回想 这是比较暖人心 人家说这个SARS 这个发生之后的心急如焚 很对不起这个中国人民 也对不起各国人民 你看人家讲的话都坦慘 你事情发生了 每个人都不愿意有一个 这样的病毒啊 来这个祸害老百姓 但是你要有一个态度 让人看了以后 你这个是特别感动 你再看这个习近平 每一次讲话 都是自己亲自自会 成绩都是自己的 1月7号是批示 那么你12月份你做什么 那么你在2月23号 这17万大人 17万人这个大会上 一点不做检讨 就在这讲自己 这个自己的成绩啊 什么都是自己好 但自己好 你为什么能搞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人家的领导 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东西 你再看这个3月10号 私杀这个武汉 老百姓盼了这么多天 总算闪闪来迟 结果到了火神山之后 还能保持距离在500米之外 500米之外 搞了一个远程视频的这个慰问 戴着个大口罩 你说你这样一种 这个这种作风 你老百姓看了 怎么能不生气 官员看了 怎么能没有意见 肯定有一些 人家不好意思说 人家没有我们这个条件 说身在海外 免于恐惧了 你这里的警察 指挥不动 所以说赶紧安详 那当地那些官员 那些记者呢 不都受到高压 这个统治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 充分说明了 说明了 这个整个的这个 中国这个老百姓 对中国共产党 这是把他们设为垃圾 共产党嘛 这种以矛盾思想 这些东西 陈词滥调 那不都是垃圾吗 早就应当 扔到什么呢 这个垃圾箱里面去 所以说 垃圾车 这个送入 这个举动啊 的确是 请这个 这个 埋他人的 确实是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你想 也是在 目前这种 特殊条件下 出现了一个 非常形象 生动的 像一个小故事 他也预示了什么 中共这个 这个统治 的确到了一种 默契 下一步 肯定要走向灭亡 也就中共将被人们无情地 扔到这个历史大气箱里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 再见